陈老师在怀孕六七个月的时候也在拍戏 而且生完乐了好像两个月又出来拍戏了对吗 那那会儿孩子那么小谁照顾呢 真的是感谢我的父母 因为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的职业所决定的 我必须东奔西跑 我不能照顾他和陪伴他 那时我的爸爸 我真的是觉得特别的感人 因为他每天就像带第三个孩子一样 骑着自行车 就这么风里来雨里去的 然后十年风雨无阻 接送他上学下学 那我妈妈呢 为了我的事业 就是说成全了 她说我可以提前退休 能帮你照看孩子 然后呢你不用管 我一定帮你带好 你放心好 你去大胆地去忙你的事业 那时候我也年轻 我根本没有感受到 但是我现在感受到我的父母 特别不容易 我用任何的东西都弥补不了 我对我父母的那种亏欠 因为这些东西是无价值宝 所以我现在我都觉得 只要是我有时间 我就回去多看看他们 多陪陪他们 我从小就是老婆老爷带的嘛 所以有的时候就感觉 见不到他们的时候 都挺想念他们的 老人可能想的就是 能有儿女的陪伴 包括像我们这一辈的心里有他们 可能他们就会觉得特别幸福 然后我老爸其实 平时你别看他在荧幕上 塑造的都是一些特别硬汉的形象 其实对我姥姥姥爷 还是特别温情的 我记得前几年我姥爷生病了 其实挺严重的 他们怕麻烦我爸爸妈妈 但是我一给我爸打电话 跟他说姥爷生病了 他二话不说就把外公和外婆 我都接到北京来了 带他们在北京治病 包括平时吃饭啊 都是我爸做给他们吃 我姥爷从小就像 带我有吃清真鱼的习惯 为了我姥爷 我们家都只吃特别清淡的清真鱼 所以这点我也挺感动 张斯乐生下来以后啊 基本上 全部都是我岳父岳母带的 当时他的父母 就是为我们事业能够出来 能够进步 承担了很多的事情 风雨无阻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再多少 我觉得都报答不了 就是我岳父岳母 对我们的恩情 现在他们岁数大了 我们做儿女的 得抓紧时间孝顺 让老头老太太高高兴兴 实际这是我们生活 最重要的意义 对我来说 所以我们做的 可以做的事